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385章我不是你哥 傻 还叫我哥 你不喜欢我 玉峰笑道 不 我喜欢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姓常 我叫常丽 常丽的眼泪大颗大颗的流了下来 她紧紧的抱住玉峰 心中是满满的幸福 走吧 跟我一起走 免得把老爷子还我爸气死了 玉峰说 恩 常丽留着泪 猛的点头 萧海妹所住的地方 今天晚上显得格外的热闹 几个女人今天晚上同聚一堂 萧海妹亲自下厨 做了几个小菜 她们弄了几瓶烈酒 发誓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养生酒相当的不错 但是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她不醉人 不管你喝的再多 顶多只是脑袋显得有些晕乎乎的 但是并不感觉到难受 也不会马上醉得睡早 所以今天几个女人竟然换了了二锅头 这高酒精含量的二锅头喝起来歌喉 醉人 正是这几个女人今天所需要的 唐冰 蓝玲玲 许彤彤和萧海妹一行人都坐在一起 看得出来 她们的心情都并不怎么好 因为叶浩轩依然没有回来 她一天没有回来 这些人的心都在高高的掉着 她们担心那个男人 是不是真的出事了 来 干一杯吧 祝她能平安归来 萧海妹举起了酒杯 余下的几个女人都举起手中的酒杯 她们的杯子在半空中碰了一下 然后举杯把那度数相当高的酒给喝了下去 酒的味道十分的浓烈 尤其二锅头独有的裂镜 就像是刀子一样搁这几个女人的胃 把她们呛的泪都流了出来 妹妹姐 你说 她现在正在做些什么呢 许彤彤的酒力不行 她一杯酒下肚 马上便有些迷糊了 酒杯并不小 足足有二两 这些女人喝下去以后都感觉到头脑发晕 但是她们都努力的保持着清醒 谁知道呢 指不定又和哪个妹子在一起缠绵呢 萧海妹笑了笑 那个男人是有点花心 但是她们都能包容她的花心 包容她的错误 这一次的事情前所未有的沉重 圈子里盛传着她已经死在雪山之巅 尽管几个女人并不相信她们心中那个神一般的男人就这么去了 但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随着夜 连城最近越来越疯狂 越来越变本加厉 她们也越来越担心了起来 女人都是脆弱的 当她们脆弱的时候就会显得不知所措 尽管萧海妹不停地给所有人打气 说她一定会回来的 但是她的心里一点也没有底 呵呵 只要她活着回来 再多带回来几个妹子 我也认了 唐冰笑了 是啊 多几个少几个有什么关系呢 我相信 她带回来的人 一定能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的 蓝玲玲笑了笑 你说 郑公娘娘成天都 在忙些什么呢 许彤彤突然问 她那么厉害 她一定知道内幕的 郑公娘娘 好久没见过她出现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萧海妹摇摇头道 再干一杯吧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几姐妹就应该抱成一团 否则的话 随便一个人都会欺负到我们头上来的 干杯 几个女人又举起酒杯干了一杯 两杯二锅头下肚 这几个女人的醉意更浓了 但是她们并没有倒下去 反而有些越来越精神 大家都说说 是怎么遇到她的吧 萧海妹突然笑 她的脸色 因为酒力有些潮红 天生媚骨的她 更是显得妩媚动人 另外几个女人的情况和她差不多 都是属于喝高了的情况 我先说吧 我遇到她的时候 是几个小流氓调戏我 然后她就冲上去把小流氓打跑了 而我也吃惊地发现 她竟然是我暗恋了好几年的男人 蓝玲玲笑了笑 她有些出神地说 我和她是在同一所中学的 我喜欢她 却不敢对她说 她到清源读书 我也放弃了来京城读书的机会 偷偷地报考了清源大学 在我见到她的那瞬间 我感觉整个人都不能呼吸了 我觉得我们能在那里相遇是缘分 老天一定是想让我和她在一起的 尤其是她奏退几个小混混的样子 很帅 蓝玲玲沉浸在往日的幸福中 我有病 因为某个男人 我得鸟情欲抑郁症 不敬男人 唐冰洗了把脸 让自己更加清醒一点 是他治好了我的病 同时走进了我的心里 其实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 我这种病所谓的治好 无非是从一个漩涡里 再走进另外一个漩涡里罢了 唐冰有些无力地笑了笑就这么简单 他没有给过我浪漫 却让我有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洛洛 他这个漩涡 你跳进去也不后悔 对吗 萧海妹说 对 我不后悔 唐冰坚定地说 从来没有后悔 如果再来一次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童童 你呢 萧海妹问 其实说真的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感觉遇到神经病了 许童童本来已经趴到桌子上了 听说轮到自己说了 他马上来了精神 我家里那里在貌似来了些不干净的东西 是我爸请他来的 我见到他的时候人 他正在那里做法 我感觉家里来了神经病 更可恶的是 他竟然 竟然把我裙子 抢了我的卫生巾 许童童的脸更加红了 啊 几个女人不约而同地睁大了眼睛 他们吃惊地看着许童童 脑海里同时出现 流氓 龌 龌 变态 不是这样的 是那个脏东西太厉害了 我突然闯进来打断了他的做法 所以 他需要那个去驱邪 许童童连忙解释 原来是这样 几个女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刚才差点认为 叶浩轩骨子里会有这么不堪的一面 他们都丝毫不知道 后来 我和他遇到过几次 我那时候年轻任性 喜欢找刺激 我可以和同伴们一起在大半夜里 跑到坟场里去找鬼 或者说去有名的鬼楼里探险 而且 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是蝶仙 许童童说 啊 童童你真胆大 你竟然敢玩这些 好可怕的 蓝玲玲有些怕怕的说 我那时候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不存在的 可是有一天 我玩火了 我发高烧 一直不退 而且 还会见到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啊 不要说了 不要再说了 我怕 蓝玲玲抱住了一边的唐冰 别怕别怕 我们这么多人呢 唐冰拍拍蓝玲玲安慰道 后来呢 蕭海 没忍不住问 后世我一位好友找到了他 他就过来帮我除了那东西 我这才感觉 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 然后 我宿命一位好友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他挺身而出 为我好友讨还公道 可惜 他最后还是没能活下来 许彤彤顿了顿道 之后我对他的印象就彻底的改观了 我觉得他这个人挺不错的 直到 我父亲出世 父亲出世以后 我很无助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跟别人跑了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他去了之后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溃了 他出来后安慰我 并骗我说 我爸临终前交代过 要他照顾我 然后 我就彻底的沦陷了 许彤彤说 洛洛 他是承虚而入的 几个女人大笑 妹妹姐 该你了 你可是最早的 一定很精彩 几个女人把目标瞄准了 萧海妹 我啊 你们都知道的 我遇到了一位渣男 是他帮我摆脱那个渣男的 我就跟他了 就这么简单 萧海妹笑道 过程呢 你讲讲过程吗 一定很精彩 几个女人大感失望 他们觉得叶浩轩和萧海妹之间的故事最多 但是萧海妹却一笔带过 让他们听得好不爽 我说真的 就这样 萧海妹道 不行 不说 今天晚上要罚酒 对 这一瓶 你全喝了 几个女人不一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 萧海妹连忙站起来说 我去开门 我去开门 你坐下 我去 你一定要说 唐冰站起来 可是他刚站起来 双腿就一软 直接趴到了蓝玲玲的身上 别逞能了 你们的酒量哪比得过我 我保证你们现在没一个能站起来的 萧海妹站起来 他跑到别墅的门口去开门 在开门的瞬间 他不由得愣住了 只见门口站着的人 赫然是陈若曦 正宫 啊 若曦啊 你怎么来了 萧海妹吃惊的问 没事 我只是想和大家见个面 一起聚聚 陈若曦说 进来吧 就差你了 萧海妹笑了笑 陈若曦和他们几个不一样 她是陈家千金 她能放下身份来和自己这群人一起 那说明她已经把自己心中的芥蒂放下了 姐妹们 看看谁来了 萧海妹晚这陈若曦走了进来 她高声喊道 哇 陈小姐 娘娘 不 是太后来了 她的歌 她太太太太了 她是陈若曦